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主要要闻 日本共同社就报道指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世提出了重视非洲外交战略 但受到中国的阻力 围绕这块有望增长大陆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 安倍在肯尼亚召开的非洲开发会议上就表示 希望透过将亚洲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带到非洲 支持当地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培育人才 争取非洲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以及扩大双方投资以及相关贸易 共同社就引述了日本政府消息指出 早前会议就讨论了日本提出改革安理会时 有中国撑腰的国家就有反对 日本就希望取得包括非洲各国压倒性的支持 来实现安理会的改革 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市出席了 青年节的火炬表演活动 外电就报道指出 容纳15万人的场馆几乎是全部满座 当金正恩进场时全场战力鼓掌 火炬表演持续约一个小时 身着统一服装的年轻学生持火炬 不断的变换方正 拼成不同的图案以及相关文字 北韩的中央通讯社就报道指出 正在召开的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再次迎来朝鲜强化发展青年运动的转换性契机 青年满怀热情弘扬青年强国尊严 展现朝鲜青年风貌 外电就指出 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是北韩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部分 14至30岁的青年将会参与不同的活动 当中就包括阅读已至于到构建工程 俄罗斯就宣布解除对土耳其的商业航班包机的禁令 重启两国之间的航空交通往来 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周日就正式签署了解除对土耳其的有关禁令 为俄罗斯旅行设施重开对土耳其的自由行旅游进行铺路 据报有关决定由总统普京下达 土耳其一直是俄罗斯人选择的热门旅游景点 也是土耳其旅游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不过土耳其去年11月在叙利亚边境是击落了俄罗斯的战绩 令两国的关系是跌至谷底 普京就宣布对土耳其实施一系列的制裁 当中就包括停止到土耳其的旅行团 以及商业航空交通禁令 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琪后救事件 向俄罗斯高调进行致歉 两国关系才开始解冻 普京早前与阿尔多安会面时 已经是表明了即将会解除航班禁令 新加坡爆发债卡疫情 确诊41宗本土的感染个案 大部分患者是在同一个地盘工作的外地劳工 当局部排除会有更多的确诊病例 已经在各地市加强防控措施 最新确诊感染 债卡患者全部都是在新加坡 东南部阿云尼区 以及附近地区居住或者是工作 当局事后在区内是加强了防文工作 又向居民派发床单来增加防文意识 新增的患者当中 有36人是在同一个地盘工作的外地劳工 而另外有4人是本地人 该地盘是已经勒令停工 当局就表示 全部的患者最近都没有去过有债卡疫情的地方 相信全部都是本土感染个案 其中34人已经是完全康复 有7人仍然在医院进行留医 当局周六通报的首宗本土感染个案 是一名住在阿云尼区的47岁马来西亚女子 她周四就开始出现发烧 出诊以及结膜炎等病征 由于债卡的病征不复非常的明显 当局就预计 未来会确诊更多的本土或者是外地传入的债卡个案 防港的奥运内地精英运动员代表团 近日将会到体育学院 与本港青年运动员进行交流 而另外代表团出席港协暨奥委会的晚宴 港协会长霍振婷就感谢代表团应邀到港 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就指出 体育是联系中港两地的桥梁 部分运动员昨天分别到了不同的地方 与市民交流以及相关的示范 多个夺得乒乓球以及羽毛球金牌的运动员 在湾窄伊丽莎白的体育馆 与香港运动员进行了切磋 而国家跳水队在维多利亚公园就示范了高难度动作 而中国女排则在商场与球迷进行见面 队员之一的丁霞就形容主教练郎平有如母亲一样 而另外游泳选手副员会就强调 他没有想过自己如此受欢迎 而羽毛球的林丹就形容 大马的李宗伟是他强大的对手 代表团结束访问之后 将会由香港式转抵澳门式继续他们的行程 关注完了药文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开盘情况 美股道指上周五跌53点 恒指低开5点是报在22904点 国指低开19点是报在9530点 蓝筹股市个别发展 腾讯高开0.2%报在208元 汇共低开0.1元是报在55.8元 众移动低开0.2%报在96.05元 本周五收市之后正式晋升蓝筹股的瑞生科技 今早高开1.2%是报在83元 创下了上市新高 比亚迪股份上半年纯利按年升3.84倍 股价今早高开2.5%是报在52.3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研就表示 为了刺激通胀 日本央行将会毫不犹豫的是加码宽松货币政策 而黑田东研在上周末的银行加年会的研讨会上就指出 近期日本通胀持续的低迷 可能意味通胀预期仍然没有达到 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 为了刺激通胀达到目标水平 日本央行将会毫不犹豫 加码量化宽松措施规模和进一步的调低负利率 被问到日本央行会不会直升机撒钱 或央行直接向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式提供资金 黑田东研就回答指出 在日本法律上有很多的限制 日本央行下月20至21日将会举行货币政策会议 黑田东研究重生 日本央行准备好进一步会推出措施 刺激通胀 连同美国今年加息的预期将会有所升温 拖累日本的会价是有所下跌 美元对日元今早是一度的升穿了102 创下了于两周以来的高位 为了确保今年全年经济目标 国务院近日全面启动了第三次的大督察 新华社的报道就指出 第三次的大督察聚焦当前经济运行和改革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对照有关重点工作部署和量化指证任务 报道又指出 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改革不深入 工作不协调 政策不配套 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影响决策部署落地生效 督察目的在于着力的推动重大政策的措施 重点投资项目 重要民生工程加快的落地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之内 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督察范围覆盖全省的31个省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 而督察采用先自查后他查的实地督察方式 国务院将会在9月18日 是派出20个督察组赴各地区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是开展实地调查 中国财长楼继伟就表示 今年初二十国集团设定的各项工作任务 是基本已经完成 有关成果将会提交下月初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 楼继伟在接受新华社访问时就表示 指当前世界经济仍然是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调整期 延续低增长大分化格局 离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 一些风险有常态化的趋势 指透过财经渠道的努力 推动20国集团的各方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关协调方式 促进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 取得积极的成效 他又指出世界经济低增长 成为是静态的常态之下 20国集团将会凝聚各方的共识 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 翠华两名创办人被踢出董事局 翠华上周五举行的股东大会 公司就投票结果发出了公告 其中重选张汝彪为执行董事 以及何廷之为非执行董事 分别有约8成和近8成6的人持反对票 也就是两名创办人未能连任 被踢出董事局 翠华上月公布的大股东 或恰购股权 但有传媒就报道指出 主席李远康就否认卖盘 市场就传出翠华五位创办人 对卖盘意见有分歧 上周五的股东大会 结果令到内讧是进一步的浮出水面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目前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7摄氏度左右 部分的时间有阳光 稍后会有几阵的咒语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